哈喽,月娜甜,亲爱的小精灵们,欢迎光临到我们的魔法拼音王国,我是非常喜欢分享甜蜜知识的庞果老师。 那么在以后的学习当中,我们将一起走入到这间魔法屋当中去探险。 在这里不仅仅有快乐的音乐故事,而且还有好玩的口诀,以及我们会认识许许多多个性鲜明的拼音宝宝们呢。 一谈到拼音,那对我们今年的孩子而言并不陌生了,可能跟脑前还有一些幼生小的宝宝,我们会发现拼音也逐渐的走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接下来啊,让我们有请出来一位新朋友,让他来告诉咱们学习精灵的好处吧。 哈喽,电脑前的小精灵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诗诗。 哦,先原谅我,由于刚起床的缘故,所以发型还有点乱,可这丝毫不能阻挡我的帅气。 要说起听音啊,他的用处可大了,比如他能教我们识字,还能教我们时间看听音,时间读书,同时他还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呢。 希望大家在魔法听音王国当中都能够学有所成哟。 刚才啊,我们认识了虽然发型很乱,但是说的却非常棒的诗诗同学,看来啊,他已经认识到了听音的重要性了。 然而啊,在我们的小学阶段,当我们刚步一年级的时候,前一个月都需要大家去学习听音,可想而知,它的重要性了,它是我们识字的基础,对不对? 那我们也会发现了,比如说,当我们这一个月的时间都在学听音的时候啊,那有一些同学可能之前对听音没有了解,或是不太熟悉,那很有可能就导致,比如跟不上。 不会听不住,记不住,等等等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不对啊? 不过没关系,因为我们即将要走入魔法听音王国了。 在这一间王国当中啊,老师将和大家一边玩,一边去学习听音,去认识这些可爱的听音宝宝们,当我们走出魔法城堡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成为听音小大人,对不对? 那让我们先来试一试,先来了解了解,整个的拼音家族都有谁啊。 哎,那咱们也就会发现了,当我们在接触拼音的时候啊,咱们会发现,它啊,分成了几个大的家族。 那么这第一个大的家族啊,叫做生母家族。 第二个大家族啊,叫做运母家族。 还有一个家族,叫做整体印度家族。 那每个家族的家庭成员啊,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特点。 那比如说,这些生母宝宝们,你们看生母有个有几个呀,孩子啊? 这是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三个,对不对? 我们可以拿出笔来,在你的讲义旁边把它的个数标出来,二十三个生母宝宝,他们的性格很相似。 那他们呀,嗯,都是那种特别急性子,做事情非常快。 但是呢,他们有一个缺点就是胆子很小,所以他们可不像唐国老师这么大声音的说话。 他们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很小的,我们一起来试一试看啊,比如说, 那么在我读生母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我读成波,这个就是错误的读音了。 这就会导致我们接下来听读不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这儿了,对不对? 好了 哎,都是一性子很短,声音又很轻,对不对? 好,那么这些生母宝宝们呢,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节课当中分别和大家通过种种的形式去将它们牢记一心啊。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拼音,拼音,一定要拼到一起去,对不对? 那么光这一个音节可不行,生母和孕母两大家族啊,它们这个当中的成员总要站到一起去,对不对? 那么就有了后面的孕母家族了。 孕母家族的成员,它和生母家族啊,别人相反,它们做事情很慢,总是喜欢搓搓拉拉的,可是人家胆量大,说话的时候,回答问题的时候,声音也非常的洪亮。 那这时候呢,我们在读它们的时候,就是啊,哦,呃,呦,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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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个副月母呢,他的这个音量要比单月母稍微短一点点,对不对? 好,那么接下来呢,是笔岳母了,笔岳母又分成了前级岳母和后级岳母,对吧? 安,安,音,温,音,后级岳母都多了一个歌,就是啊,哦,音,哦,好,孩子们, 这就是啊,拼岳家族当中的两大家族,它们分别是生母家族和韵母家族,那除此之外啊,还有一大家族叫整体印度家族,我们在今后的课程当中都会和大家一起去分享,那我们就会发现了,既然是拼岳,那么谁在前,谁在后啊? 一般情况下,你去观察,这个生母它的特点,一个个啊,长得这个大个都很高,对不对? 而韵母呢,它们都胖胖的,圆圆的,所以啊,生母总是喜欢站在韵母的前面去保护它,那么一般啊,一个字它的拼音是生母在前,韵母在后,也有的时候呢,韵母单独成为了一个音节。 好了,孩子们,那么刚才这个部分,咱们先整体的了解了一下拼音的拼读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学习每个拼音这个它的读法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拼读成拼,就完蛋了,是这样的吧? 好,孩子们,那么这一关走入了之后啊,我们接下来啊,要去和单夜母宝宝玩游戏了,因为啊,这一,二,三,四,五,六,这六个单夜母如果掌握得非常好,那么在学会母的时候,也就很容易了,对不对? 单夜母,她呀,来到了一个新地方,可是呢,这一个地方呢,哎,她并没有告诉我这个地方的名字,只是有一个小姑娘。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小姑娘,这一个小姑娘呀,一边考出来,一边跟我们分享一个小口诀,叫做圆脸小姑娘,小片又边加,要问她是谁,就是啊,啊,啊。 好,孩子们,我们要发现,哎,这个小朋友,她的小脸带呀,就像啊的这个小半圆,对不对? 咱们在写啊的时候,也是分成了两笔,那么第二笔呢,是数弯,对吗? 你现在可以拿起笔,在你的天本上,我们来写一下啊这个字,哎,看一看她的那个样子啊。 好了,那么咱们在读的时候,你要发现的就是,哎,啊的这个形状,以及她整个的这个口型呀,是非常容易掌握的。 那么嘴巴张大,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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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半圆加小棍,加一个小拐棍,对不对?嘴巴张大,啊,啊,啊。 好,我们再来啊,孩子们,啊是半圆加小棍,嘴巴张大,特别棒,发出声音再来一遍啊,啊是半圆加小棍,嘴巴张大,啊,啊,啊,嘴巴张得可大了,啊,就像这只小猫一样,啊,啊,啊,而且呢,声音很长,因为运务家族嘛, 她做事情拖拖拉拉拉的,这话也是慢悠悠的,对不对?好了,孩子们,那么刚才呀,我们分析了一个小啊,那么接下来呀,我们来接小啊呀,戴上四顶小帽子,哎,你就会发现,啊,她戴上了四顶不同的小帽子,她的读音呀,就有了变化。 啊,如果没有这顶小帽子,那么就显得太光粗粗了,对不对?不漂亮。 那么这一顶小帽子呀,她就是我们听音当中的医生了。 我们说,医生行,啊,啊,啊,那么接下来呢,像这只小型一样,她带给我们去找一找小英顺的帽子啊,她就爬上了,哎,爬上了小山坡,对不对? 爬上了小山坡,那她上山的时候,那是往右手边,对不对?上山的这个角度呢,叫做二声,二声,羊,啊,啊,啊,嗯,我知道有许多二三年纪的孩子还不太分声调呢,对不对? 二声,羊,啊,啊,啊,如果你分不清,那么你就画一个两个小山包,我就知道了上山的这一页就是,什么呀?哎,就是二声,对不对? 好了,那么既然到了山顶上,那么接下来要干嘛呀?哎,要拐个弯,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三声拐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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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你也可以像老师一样,一起啊,是这样的吧? 好,那么接下来,这样就来了,拐弯的时候,三声,四声,这样,降落的时候是啊,对不对?四声啊,好了,周老师,咱们一起去读一读这个口诀啊,来 一声平,啊,啊,啊,二声羊,啊,啊,啊,三声拐弯,啊,啊,啊,四声降,啊,啊,啊,好了,有意思吗,孩子们? 那么这个加上了四声小帽子,对不对?我们电脑前的爸爸妈妈也可以给孩子,现在就开始做拼音卡了,那么这个拼音呢,是孕母,所有的三孕母,它上面不同的声教,我们都可以给孩子雕好了之后,哎,随便抽出来一张,如果你看到了之后,哎,不想思索的,马上就把音标读出来,OK,那么你太棒了,对不对? 好了,在记音调的时候,你可以先画一个M型的小山包,对不对?上山是啊,对吧?哎,中间呢,是啊,上山是啊,那变成别的音调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孩子们? OK,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着音乐一起来把音调歌再次的演奏去 一声停,啊,啊,啊,二声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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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声拐弯,啊,啊,啊,四声跳,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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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声停,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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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声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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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声拐弯,啊,啊,啊,四声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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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亲爱的宝贝们 刚才呀我们跟着诗诗同学和琪琪同学 一起在音乐当中就把口诀铭记一心了 对不对 那有许误会就说 啊我知道了 啊啊啊啊 这还不简单嘛 对不对 好了 那么你也可以去比一反三了 当我换任何一个岳母的时候 上面标上这四顶小帽子 它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还是记不清二生和四生怎么区分 那脑海当中马上就画了 哎一座小山上山就是二生 下山就是四生了 对不对 孩子们 OK 那么刚才呀有许多同学玩的特别开心 他说小阿同学也累了 我们把他呀送回家吧 对吗 我们就会发现 琪琪呀有他规范的书写格式 那么他呀要住在四线格里 我们的这个音符要住在五线符里 而拼音宝宝呀 他正好少了一格 他叫做四线格 对不对 哎 这是第一线 第二线 第三线 第四线 那么我们要明确的就是 我们来看一看 这第一线 哎 和第二线之间叫上格 中格 下格 对吗 那么一般情况下呀 咱们的运母也好 生母也好 整体运度也好 都是上不顶先 下不顶地 我在请音节的时候 不能碰到上面和最下面的这个格 对不对 而中间的格呢 要把它写满了 写得胖胖的才漂亮 对不对 比如一个例子 刚才我说 啊 我们可以分两笔写 对不对 哎 咱们可以拿起笔来啊 你看我们一拿起笔来之后 小口诀也有了 对不对 哎 手大哥二哥对对齐 大拇指和食指是对齐的 中间之间有缝隙 手离笔尖一寸远 一拳一指 记心中 对不对 哎 好了孩子们 那么我们来讲啊 半眼 哎呦 哪一个啊 半眼 是吧 哎那你看老师写出格了这样行不行 哎就不行了 我拿铅笔 在自己的片格上 我就这样 不行 我就把它插件 然后反复的练习 对不对 然后就加上一个小弯 因为这个笔呢 我如果很慢的写 它就全都是小七线了 是吧 来再来一遍啊 半眼 加一个小弯 哎 半眼 加一个小弯 哎 好了 这个这个 这个还可以是吧 好了 相信电脑前的孩子们 你也能写得特别漂亮 好了 现在让我们一起去东西笔来 写一些吧 这些小弯 我多辛苦了 其实这个是给我们 那儿 刚刚 Ba 这些人 就是还要用来吃的 梵子 你也要安南